里长处理李明投诉 却遭殴打受伤 台东在1号晚间9点多 有一间民宿不断地传出 欢唱KTV的声音 附近的君民真的是扑声其扰 打电话向里长起托 里长赶到现场处理 却遭到喝醉的民宿老板 推倒在地 掐脖挥拳 一旁的民众撞见 上前阻止 却也跟民宿的老板发生蠢突 两名男子牛打在地上 体型壮硕的蓝衣男 不断朝对方挥拳 还大声叫嚣 一旁民众撞见 想拉开男子 却又爆发肢体冲突 民众气得将蓝衣男子 不断向后推 蓝衣男子一个不稳 差点跌进水沟 火爆场面发生在1号晚间9点多 台东市一间民宿 晚间传出民众欢唱KTV声 声音之大 让附近的君民不堪其扰 找到里长投诉 而里长第一时间报警 并前往了解 没想到却与喝醉的民宿老板 发生肢体冲突 里长遭殴全身多处擦错伤 不过民宿老板说 自己当时只是挥手抵挡 没有要暴力想象 因为我手被压住 意识也没有亏全 我是骄傲起来的 一片混乱当中 一旁的王姓男子 想出面阻止 没想到公亲变事主 第一时间全被带回警局 原警将双方到阳派出所后 并依伤害及妨害名誉 等罪嫌侦办 原本只是想解决噪音问题的 李长博无故被打伤 劝驾民众因为推挤 现在也被民宿老板提告伤害 而双方目前都被 依伤害及妨害名誉罪嫌 依法送办 记得楼林桑台东报道